在当时金融海啸之后 马上全世界史无前例了 召开一个叫G20 就是把八大工业国 加入了其他的新兴经济体 因为那时候正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诺贝尔经济学长得主Stiglitz 他对联合国的建议 他认为主要的工业国家 所谓的八大国家 这一次都是金融的重灾区 世界的经济必须纳入这些新兴经济体 才能够一起挽救 而经过这场金融海啸 过了将近五年左右的时刻 G8高峰会再次召开 G20已经没有在历史的舞台 反而剩下其他的新兴国家 自己沉沉浮浮的 面对国内的贫富差距 面对出口不振 面对他的经济停滞 而这次的八大工业国的会议里头 大概有三项非常重要的议题 其中第一个就是如何抓逃税 因为现在各个国家的国宅都非常高 这段时间为了救经济 大家都大量的印钞票 那么很多国家也受不到税收 经济是衰退的情况 如何抓逃税 是这次打击逃税是最大的议题 那么第二个呢 讨论的主要的议题 是很值得大家注意的 就是欧洲现在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占全球GDP17% 美国是第二 那么大概15% 合起来 他们要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那么西方将继续的主导世界的经济秩序 所有的G20已经成了过去式 另外第三个议题是关于叙利亚的议题 叙利亚议题 俄国跟美国有一点针锋相对 不过在这一次的八大工业国的高峰会中 挽救经济如何打击逃税 以及西方如何重回世界经济的舞台 那么成为主要的焦点 八国集团领袖一字排开排团体照 象征本届在英国北爱尔兰举行的峰会 正式落寞 但为时两天的会议 可不像拍照时这样轻松 主要因为叙利亚问题 俄罗斯和其他七国整风相对 力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普丁 一人单挑其他七国领袖 在和美国总统欧巴马双边会谈时 睽違了一年首次单独会晤的两人 显得浑身不自在 气氛更是冷得像兵 虽然普丁没有正面回应欧巴马 对叙利亚政府动用话舞的指控 支持阿萨德政权的立场也依然强硬 最后八国领袖 还是协商出一份联合公报 不致完全流产 八国领袖在公报中声明 支持叙利亚内战各方 尽快召开日内瓦和谈 不过具体时间表仍然复职缺如 也没有明确提及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将在叙利亚的未来扮演何种角色 除了叙利亚问题 这次会议的东道主 英国首相卡麦隆 为峰会设立了三T目标 贸易 税务 以及透明度 就在G8峰会开始前 美国和欧盟宣布双方将展开 破天荒的自由贸易谈判 这项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协议 潜在的好处打得惊人 身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 欧盟和美国2012年GDP 合计超过32兆美元 几乎是全球产出的一半 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估计 自由贸易协定将分别替两地 增加1190亿欧元和950亿欧元的收入 但欧盟并非一片较好生 实际上 欧美早在30年前就讨论过这项协定 但因法国反对 最后在1990年代无疾而终 这回欧盟经过13小时的马拉松协商 终于说服法国同意展开谈判 条件是同意给法国开特例 让该国把电视 电影和网络媒体等文化产业 排除在谈判内容之外 以避免美国的文化侵略 第一轮谈判 预计7月在华盛顿举行 欧美希望2014年底前达成协议 一年半内要完成复杂的协商 难度很高 八国集团领袖同时呼吁 推动跨国金融资讯交换 联手打击非法逃漏税和企业避税 各国领袖承诺 将制定跨国企业税收规则 规范避税 公报中指出 不能继续允许跨国企业 透过跨界转移利润的方法来避税 公司必须向各国税务当局申报 到底在哪个国家缴纳了多少税金 近来包括苹果 星巴克 亚马逊等多家跨国巨博 都被发现透过跨界避税手段 支付最低的企业税 距离八国集团集会地 二恩湖几公里的爱尔兰 正是一些跨国企业 借由极具创意的方式避税的大本营 OK, so let's say that you're a company based in like California you then set up a subsidiary in Dublin however, you move the management team to Bermuda now the reason why you do that is that under Irish tax law you are taxed where your management team is based if your management team is based in another country that's where your tax obligations 三十年前设计出这套精密避税方式的就是苹果 当然其他跨国企业纷纷起而笑由 如今都柏林充斥着外来企业的子公司 目的正是使缴纳的税金最小化 在峰会举行前 英国以先和世界各地的附属国和海外领地 达成税务讯息互换协议 据估计 全球有五分之一的避税天堂都是英国属地 包括百慕达 英属维京群岛 开曼群岛 这就是世界各地的问题 当然是指定是世界各地的 三十二十万亿元 那是美国的大量的东西 在各国因为金融危机 财政空虚的当下 追查逃税和避税 自然希望能有助于填补赤子 但是无论是借由空壳公司逃税 或是设立子公司避税都行之有年 且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要彻底根除落实税收正义 恐怕是说来容易做来难